SPX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先我这边已经先建立起来了这个桌档 那里面的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画面的设计里面 首先的话布局非常的简单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地方 上面放一个这个下拉的桌档list 桌档list里面的话呢我们UI界面里面 更改了哪些项目 首先第1个 里面的名称的话如果我们不改的话我用预设的桌档list1 那还有就是说呢 你这个Auto Pulse Back 这部分呢一定要设为True 如果你没有设为True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呢你在点选的点击的时候呢就不会发生效果 这个上次上课我们有提到 那除了这个两个属性之外 还有这个这个地方有个Tool Tip Tool Tip是移动上去会有一个 讯息提示 那其他的话还有Item部分呢 我们在Item里面的话呢 我上礼拜也有讲过就是说类似像12生肖 你要摆12生肖进去的话 那这些项目呢你可以怎么样呢 在那个Design设计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放进来 那里面分别放一个 比如说我 这个Word还有一个 这个这个 ASP Dunet for C-shop Dreamweaver CS4 那 到时候的话我需求是怎样 到时候我点击他之后呢 他会秀不一样的 内容显示出来 那我的需求类似像这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画面的结果 UI界面布局大概类似像这样子 那底下的话呢 我们 先把这个结果秀 就给大家看一下 那 设计要怎么设计 等一下 我们再来讲 首先的话呢这个地方秀出来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上方会有个下拉选单 那点选之后的话呢 他会秀出不一样的这个这个我们要看到的结果出来 这里 OK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比如说我今天点的是Word 这个2010 是秀这一个页面出来 那如果今天点的是ASP.NET Forschach 那各位可以看到又是另外一本书的介绍出来 那点Dreamweaver CS4又是 出现另外一个 那这个部分我要怎么样可以很简易的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城市要怎么撰写 当我click的时候 他要做哪些事情 可以去做 帮助我 把不一样的source放进来 那这部分我想 各位先把这地方 界面部分 首先先建立一个 这个这个 档案名称是 zodun zodun.aspx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城市撰写的部分 刚刚讲到就是说 这地方如果要做切换 那特别注意 第一个可能会想到就是 这里面到底 我 杀了 紧